王宇因1967年少时电影《独臂刀》一举成名,后来也多次出演过武侠片。是早前武侠片浪潮时期的代表明星其中之一,曾荣获第56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。后来又从家喻户晓大明星又转战商界,晚年虽因二度中风进出医院,在家人照顾下仍如斗士般活着。完全符合他在电影中的武侠精神。 他的女儿王欣平发文写道,父亲为人讲义气,重视朋友,荧幕内外,他的做人处事都是铁蒸蒸的侠客作风,一生精彩。王宇除了活得精彩外,他也是一位情种,感情生活也是丰富多彩,一生有过二段婚姻。 王宇与第一任妻子林翠是在拍戏时结缘的,当时林翠已经视为人妻,而且比王宇大八岁。但是王宇爱他,而当时林翠的丈夫由于乱赌,让他伤透了心,于是与王宇暗生情怀。 林翠在帮前夫还清了三十万赌账后,不过外人的眼光,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王宇。王宇也当众表白,会一生爱妻子,婚后两人生下三个孩子,可是感情还是敌不过时光。 结婚七年不到,两人还是分手告终,此后,王宇还曾经和林青霞交往过。只是林青霞的母亲吉利反对,最终两人还是分道扬镳,此后空姐王凯珍。 但是好景不长,王宇投资失败后,妻子不甘与他同苦,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。在感情的路上磕磕碰碰,但是王宇一直没有放弃追求爱情。 七十岁的王宇还找了一位比自己小四十岁的忠实粉丝谈恋爱。虽然这段恋情只维持了四个月,王宇真可谓是情种,这一生也算是活得精彩无憾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